北京472路公交车发生车祸 现场有老人受伤 9月17日上午 石井山区卢谷南路附近 一辆472路公交车发生车祸 据现场目击者称 这辆公交车冲向了对侧马路的小区大门 车头撞在了小区护栏上 车头被撞凹陷变形 前挡风玻璃全部碎裂 路口处有一名老人受伤躺在地上 记者从北京公交集团获悉 目前事故原因正在核查中 请以官方通报为准